第十五集 夏日难停 怀心大 作者 孟浩然 山关呼吸落 池月见东上 散发晨曦凉 开轩卧闲长 河风送香气 逐鹿低清响 欲曲名琴坛 恨无知音赏 赶此怀顾人 终枭劳梦想 山光呼吸落 池月见东上 散发晨曦凉 开轩卧闲长 河风送香气 逐鹿低清响 欲曲名琴坛 恨无知音赏 赶此怀顾人 终枭劳梦想 山光呼吸落 池月见东上 散发晨曦凉 开轩卧闲长 河风送香气 逐鹿低清响 欲曲名琴坛 恨无知音赏 赶此怀顾人 终枭劳梦想 夏日难停 怀心大 注解 一 山光 傍山的日影 二 石月 池边的月色 三 东上 从东面升起 四 开轩 开窗 五 卧闲长 躺在幽静宽长的地方 六 恨 遗憾 七 敢此 有敢于此 八 中宵 整夜 九 劳 苦于 十 梦想 想念 夏日难停 怀心大 用意 夕阳忽然间落下了西山 东边 持角明月 渐渐东上 披散头发 今夕恰好成凉 开窗闲卧 多么清静舒畅 清风徐徐 送来荷花幽香 竹叶轻轻 低下露珠清响 心想 取来民情 轻弹一曲 只恨眼前 没有知音欣赏 敢此凉宵 不免怀念固有 只能在夜半里 梦想一场 夏日难停 怀心大 平息 孟浩然是常于写景的诗人 她的诗多是迎风顺月的影译之作 一向备受历代诗弄家赞誉 本诗夏日难停 怀心大 以景入情 表达怀念有人的情思 心大 即心谬 是诗人的同乡好友 两人常在夏日来南亭纳粮饮酒 孟浩然诗的特色是 与锦入勇 不拘其决意 虽只就闲情意志 作轻描淡写 往往能引人渐入佳境 夏日难停 怀心大 是有代表性的名片 诗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 既写夏夜水亭纳粮的清爽闲诗 同时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 山光呼吸落 时月见东上 开篇就是欲紧入勇 细味却不只是简单写紧 同时写出诗人的主观感受 呼 见 而字运用之妙 在于他们不但传达出 夕阳夕下与夕月东升 给人实际的感觉 而且夏日可谓而呼落 明月可爱而见起 只表现出一种心理的快感 诗字表明难停傍水 亦非虚设 进水停台不仅先得月 而且是先退凉的 诗人沐浴之后洞开停户 散发不疏 靠窗而卧 使人想起陶浅的一段名言 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玉良峰暂止 滋味是西黄上人 三四句不但写出一种闲情 同时也写出一种示意 来自身心两方面的快感 进而 诗人从嗅觉 听觉两方面继续写这种快感 荷风顺香气 竹鹿滴清响 荷花的香气清淡细微 所以风顺时文 竹鹿滴在池面 其身清脆 所以是清响 滴水可闻 细香可嗅 使人感到此外更无声息 诗句表达的境界一呼 一时叹为清觉 写河以气 写竹以响 而不及视觉形象 恰是夏夜 给人的真切感受 竹鹿滴清响 那样育而清新 这天来 似对诗人有所触动 使他想到音乐 欲曲名琴弹了 琴 这古雅平和的乐器 只依在甜淡咸诗的心境中弹奏 据说古人弹琴 先得沐浴焚香 品去杂念 而难听纳凉的诗人此刻 已自然进入这种心境 正义操琴 欲曲而未曲 舒适而不拟动弹 但想想也自有一番乐趣 不料却由明晴之响 牵扰起一层淡淡的畅往 像平静的井水 起了一阵微蓝 相传楚人钟子柒通晓英律 伯雅古琴 智在高山 子柒平道 微微乎若泰山 智在流水 子柒平道 汤汤乎若流水 子柒死而薄牙绝弦 不复演奏 这就是知音的初点 由境界的清幽觉俗 而想到弹琴 由弹琴想到知音 而生出恨无知音赏的缺憾 这就自然而然的 由水田纳凉 过渡到怀人上来 此时 诗人是多么希望 有朋友在身边 闲话清谈 共渡凉消 可人期不来 自然会生出惆怅 怀顾人的情绪 一直待到睡下以后 进入梦乡 居然会见了亲爱的朋友 诗以友情的梦境结束 极有余味 梦浩然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感受 此诗不过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 兼带点无知音的感慨 并无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 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入微 诗为盎然 文字如行云流水 层地自然 由近即易而大于红然一体 极富于韵味 诗的写法上又吸收了静体的音律 形式的长处 中六句似对非对 具有素朴的形式美 而顺读起来 写于重吻 又有金石观伤之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